你好,我是谢涛 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 《听世界》节目团队 为大家特别准备了长达四千集 价值千元的节目礼包 添加微信 人文200 英文字母 REN WEN 加上阿拉伯数字200 就可以入群免费领取 还能抢先收听到 即将在7月7日上线的新节目 谢涛讲南渡北规 讲的正是民国的一段历史 在日本侵华期间 200多位大师南渡北规的故事 串起了整个复杂的民国史 一直渴望能收听这段历史的朋友 现在终于得到回报了 群里还有小雅音箱 VIP年卡 签名书等等惊喜福利派送 你一定要来哦 咱们群里相约 接着上一回继续为您说 话说 孙权想趁机去捞一把便宜 想不到碰上司马懿这个老狐狸 被一顿狂追啊 结果吃了大亏 啥收益都没有 反而又一次为司马懿 树立了高大的形象 要说 孙权这几年呢 确实挺点背的 老不走运 比如 这一次在乏位期间 他的太子孙登 逝世了 孙登这个人 学习好 能力强 而且还特别能照顾别人的感受 他有个弟弟孙和 原本以为呢 双方一定会像曹丕曹植那样 争太子位 争得你死我活的 可是 这个孙登一点太子本位意识都没有 反而尽量和这个兄弟搞好关系 说 哎呀 我不适合当这个太子 让孙和来当吧 这么好的一个人 你不当太子 谁当太子啊 所以孙权是不可能答应的 其他大臣更加不愿意了 后来 孙权出征 基本上都是让孙登在后方处理事务的 不用说 他处理得很好 不管从哪方面来讲 他都是下一代最理想的东吴领导人 孙权相信 东吴其他人也相信 这个孙登将会带领江东人民走进新时代 哪知道啊 这哥们儿虽然是三好学生 四有心人 可是 偏偏就是命太短了 三十三岁 别人的大好年华才刚刚开始 而他呢 却不幸去世了 那时 孙权正在乏位呢 没在身边 所以孙登在临死前给老爸写了一封信 信中强调 陆迅等老一辈革命家 是国家的栋梁 请老爸到死都不要怀疑他们啊 要信他们信到天荒地老啊 而且还历见孙和当自己的接班人 等孙权接到这封信 孙登其实已经没了 看到这封书信啊 孙权老泪纵横啊 这个时候 他已经六十多岁了 白发人送黑发人啊 清情惨剧 莫过于此了 孙权仰天长叹 老天爷为什么不给这个优秀的儿子 多活几十年呢 可是感叹又怎样 事实已无法改变了 孙权回来以后 按照孙登的话 让孙和当了太子 要说这孙和呢 其实也不错的 如果接下来几年 孙权的脑袋不发晕 能让孙和这个太子当到底 成为东吴第二代领导人 那想来 东吴的前途也不会那么难看的 只可惜啊 孙权和曹锐和其他很多的领导人 都很相似 前半程跑得很好 很有水平 一到晚年 就开始犯糊涂了 而且这些糊涂啊 一犯下来 都是致命的错误 这是后话 我们以后再说 除了孙登之外 三国还有其他的牛人 也陆续去世了 哎呀 掐指头算算 也是啊 到了后三国的这个阶段呢 大家伙的年纪都已经大了 生老病死 那也是正常的事 所以有一波去世潮 也不奇怪 只不过 这几个人都是超级牛人 去世了 对三国的影响太大了 比如 诸葛锦 这位大叔 是诸葛亮的亲哥哥 混到现在 不但混成了大将军 也混成了一个最资深的牛人了 在三国演义里 他的形象是很菜的 基本就没啥亮点和出彩的 在正式当中的形象 尽管没那么不堪 但实际上也好不了多少 虽说 他是诸葛亮的亲哥 但显然 当初他们父母怀他们的时候 把营养都放在第二波了 当大哥的 似乎水平是差了很多的 正式当中 诸葛亮虽然没有取得过 很大的战绩 但 那只是因为进攻的方法不多 反过来说 诸葛亮的防守能力 超级强悍的 就连司马懿这样的猛人 也不得不对他 采取回避的办法 用实力和时间 生生地把诸葛亮拖死了 诸葛亮的内政能力 那是历史公认的 而诸葛锦呢 无论是望外 还是向内 两方面的能力 似乎都很平庸 当初 他和弟弟分道扬镳 选择跑到江东避难以后 很快在当地 混成了个名士 人气很旺的 按说 以当时他的人气 完全可以成为 孙策集团的高管 可当时的孙策 却一点没重用他 继续让他 当一个纯种的名士 过着 好像并不太幸福的生活 直到孙策意外身亡以后 孙权当政了 他的一个亲戚洪资 有那么一天 碰上诸葛锦 就和诸葛锦聊了一把 诸葛锦是名士吗 名士的特长是啥 那是能砍会聊啊 而洪资嘛 本身就是名士的粉丝 听到诸葛锦这么一聊 立马就认定 这位就是大大的人才啊 告辞之后 家也不回 手也不洗 直接就跑去找孙权了 说 哎呀 你今天发现了个人才啊 老大你赶紧让他出来啊 否则他溜到其他阵营了 就是咱们江东的巨大损失啊 孙权那时不正破解需要人才吗 一听说 有这么一个标新利益的人物 在自己的地盘上 那赶紧叫过来啊 让他和鲁肃一起 当了自己的高级顾问了 从那以后 诸葛锦就成了孙权手下的高级幕僚了 虽然他的地位和作用 远远不如鲁肃和吕蒙 但是 因为那几位啊 都有个毛病 那就是 命短 所以 命长的诸葛锦 就越活越滋润 越活越开心了 到了最后 混成了孙氏集团当中的 老资格的第一团队了 他的资历 仅仅次于张钊 张钊的水平 当然是比诸葛锦要高 但问题是 张钊的性格很直很猛啊 很多时候 一点不给孙权面子 长期和孙权唱对台戏 那是他张扬自己个性的最佳武器啊 所以还制造了很多经典的故事 这些 在之前都陆续为您讲过了 虽说 孙权对张钊一直很尊重 但是 什么人都能看得出来 这种尊重嘛 只是表面的政治文章 所以啊 张钊虽然当时面子很大 可是活的却未必潇洒 诸葛锦就不一样了 这位大叔的能力确实欠奉 当上将军以后多次领兵打仗 但基本打的都是败仗 和常败将军就差不多了 可是偏偏却步步高升 升上去还没有一点意义 每次公推都是全票通过 年年考核 基本都是优秀 这种现象 看起来就让人想不通咯 在那个血腥的年代 打胜仗才是硬道理嘛 不能打胜仗的将军 那基本上跟耍流氓没区别了 为什么这种人还可以升官发财 越败越得到提拔 其实原因很简单 就是这位诸葛子鱼 人品在当时人的眼里超级好 而且这位大叔和他的弟弟诸葛亮一样 做事向来小心谨慎 你就是再怎么得罪他 他也只是站在那里红着个脸 一点脾气也没有 搞得那些得罪他的人 最后也觉得自己好像真的有点过分了 于是我们的诸葛锦 虽然长得不太好看 但是他很可爱 很可爱的人嘛 大家都争着喜欢嘛 所以在竞争激烈的官场上 大家就宁可让他上 不愿让别人上 你就是那句话了 与其推荐一个个性张扬的能人 不如扶起一个个性圆滑的老好人 越是强势的集团 内部就越统一 比如像是曹魏 这个集团内部 基本上就是曹家人说了算了 越是弱小的集团 反而内部幺蛾子特别多 比如像是蜀汉 别看实力不够强 地盘不够大 可是在他内部的政治体系当中 分了好几个帮派啊 什么荆州派了 东州派了 义州本土派了 花样多得很 其实东吴也是如此的 东吴内部也分了几个派系 一个派系是孙策时代形成的 怀四派 主要呢 就是和孙策打过江山的 元老级别的人 代表人物呢 当然就是张昭了 另外一个派系 就是江东的本土大族 这个派系形成 虽然比较晚 但是扎根本土 限天条件优厚 一旦形成 立马显示强劲的势头 代表人物就是陆迅 这两个派系 虽然彼此之间 没有发生过什么生死冲突 但是暗地里偷偷摸摸的较量 那是一刻都没停过的 孙权看到本土派 力量越来越猛了 也曾经想办法 把他们打压一下 作为一个集团的老大 他这种想法是绝对没有错的 可错就错在 用一个小人来完成这个任务 这个之前也讲过了 小人名字叫吕一 结果被人家抓住把柄 来个反打压 搞得最后实在是很没面子 迫不得已 自己出来又是慰问 又下了罪己诏 还得向别人道歉 搞得自己特别不体面 而诸葛锦呢 恰恰不是这两派当中的人 孙策他是没跟过的 他又不是来自于本土的大族 所以他属于少数派 虽说如此啊 但是他却把这两派人 看得很透 知道自己不管陷到哪个派系里 凭借自己的水平和背景 最后一定会被人整得死翘翘的 所以基于这个考虑 他决定哪个派系自己都不进 不管在哪个派系人的面前 自己都是和蔼可亲的老好人 永远傻呵呵地笑着 当了一个中间派 要说诸葛锦大叔 别的能力很踩 但做中间派却是非常优秀的 优秀到最后大家都认可他 两边派系都喜欢他 让他在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乱世里 当了一辈子的不倒翁 哎 要客观地说 这也是一个能力 不是你想做就能做得到的呀 当然了 他得到大力提拔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他有一个特别优秀的弟弟 诸葛亮 孙权这辈子啊 最得意的外交政策 就是与蜀汉联手 共同对付曹魏集团了 而蜀汉那边 不就是诸葛亮的天下吗 在孙权的角度来看 一来觉得诸葛锦这个老哥 嗯 还是挺值得信赖的嘛 再怎么给他权力 他也不会造你的反的 第二 如果让诸葛锦当自己的高管 那就可以得到蜀国的信任呢 所以 当孙刘两家闹矛盾的时候 他都第一时间把诸葛锦派出去 去说服刘家 虽然诸葛锦未必能完成任务 但好歹面子是没丢嘛 所以 孙权也一直没有怪罪诸葛锦 反而说 嗯 紫瑜是个好同志嘛 正是孙权对他特别看重 所以 有句成语 也是来自于他们之间的关系 这句成语 就是 生死不易 当初 刘备讨伐东吴的时候 诸葛锦人在南郡 于是有留言就说了 哇 刘备打过来了 他弟弟诸葛亮又是参谋啊 那想来诸葛锦肯定要叛变呢 为了这事 当时在仪陵前线的陆迅 还专门上表 力保诸葛锦绝无二心 孙权 给陆迅回信的时候 说了 我和紫瑜在一起很多年了 有生死不易的誓言 他为人非道不行 非意不言 当初孔明访问吴国 我让紫瑜留下他 紫瑜就对我说 弟弟已跟随他人 一无二心 弟弟不会留下 就好像我不会离去一样 他的言行是如此的英明 论世上的君臣大义 我和紫瑜可以说得上是神交了 不是旁人可以离间的 于是 在这一番话当中 就出现了这句成语 生死不易 意就是交换交易的那个意 这句成语等同于 生死不渝 用来形容 对理想 对信念 对友谊 对盟约 忠贞不疑 当然 孙权认为紫瑜是个好同志 和别人说紫瑜是个好同志 是不一样的 别人只看到紫瑜很厚道 不会做出什么威胁自己利益的事 所以才凭他为优秀人物 而孙权呢 则更看重另外一方面 这就是 诸葛锦和几大派系的大佬们 都很和谐 派这样的人 去周旋于各大派系之中 当中间人 那是很合适的 所以啊 是政治格局决定了 诸葛锦必须当这个不倒翁 没了你再挑另外一个麻烦呢 既然是这样 大家都认可了 那你诸葛锦 即便打再大的白仗 大家也舍不得把你怎么样嘛 而且 诚恳地说 都这么多年过去了 谁不知道你诸葛锦 在带兵方面 有几斤几两啊 就没指望着你去打胜仗好不好 关键的战场 都是陆迅在撑着呢 那你诸葛锦就过去当当绿叶就好了啊 这么一轮说过来 大家都会认为 诸葛锦相当的厚道 但是这并不完整 实际上诸葛锦也有残忍的一面 为什么这么说呢 那 当自己的原配夫人死了以后 诸葛锦大声宣布不再结婚了 说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 比自己先去世的老婆 但不要以为 他宣布了这个以后 他就不再泡妞了 那真是很傻很天真了 他其实只是不再任命一个正式夫人而已 至于二奶啊 小妾之类的 那是从来不缺的 当然 在那个年代 这也不算傻 关键是 他继续潇洒生活以后 也没见得他考虑过避孕措施 这就难免继续造人了 当然 再造个人出来 仍然不算什么 问题就在于 他造人之后 立马来了一个生子不举 诶 拿现代的人的角度来听 诶 生子不举 生完了就不行了 no 错 答题错误 得零分 在当时人的心目当中 所谓的生子不举 只是指 生完孩子以后 不让他继续当官 这里的举 不是举起来的举 而是举荐的举 简单来说 就是不把自己的孩子 推去享受特权 哇 这不是很好吗 诸葛锦大叔 不仅是官员们的好榜样 还是人民公仆的好楷模呀 其实不是这样的 真正的生子不举 在诸葛锦大叔那里 那就是 生完孩子以后 不让这个孩子活下来 直接让人 把这个新生儿抱走 在水里直接给淹死 这种做法嘛 倒也不是诸葛锦发明的 古时认为 五月初五生的儿子 是不祥的 为啥不祥呢 这好像也不太清楚 反正这个日子出生的儿子 就必须淹死的 这个就叫生子不举 而诸葛锦大叔 是把这个风俗 进一步发展深化了 不管男孩女孩 也不管是 哪月哪日生的 只要生下 统统处理掉 说到这里 你是不是觉得 诸葛锦 其实也有他 很残忍的一面呢 你还会认为 他厚道吗 所以 后来他那个儿子 一点儿都不厚道 这似乎是有遗传的 也就没什么奇怪了 公元241年 诸葛锦去世 rocket 就说 就好了 他说 我